嗨大佬,我是宇贤,今天我们接着聊登月 人类60年代的科技可以登上月球 这和当时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有着必然的联系 做个比较,中国目前的登月计划预计把人类送上月球的时间是2030年 整种相差了近60年 别说现在我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这些现代化的智能设备 在1969年,当两位宇航员离开阿波罗11号的指挥舱进入月球着陆器时 他们是在一个4分钟内连续死机5次的指导电脑的帮助下 成为踏上月面的第一批人类 那要聊登月的话,就不得不说美苏的太空竞赛 这还要追溯到二战时期的德国 20世纪30年代,德国航天工程师尝试液态燃料火箭的研发 希望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德国陆军弹道和弹药分支的领导中校卡尔·埃米尔·贝克尔 聚集了一支秘密的工程小组 想用火箭当作远程火炮 来规避凡尔赛条约禁止研发远程大炮的禁令 莫纳冯布劳恩·贝尔和多恩贝格尔雇佣后 于1932年加入他们在西部库摩斯多夫的秘密军队计划 他是弹道导弹项目的技术总监 他们建造了A4火箭 在1942年和1943年的试飞 成为了进入外层空间的首个运载火箭 1943年德国开始大量生产A4火箭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V2火箭 用以轰炸英格兰南部以及盟军的解放区 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为止 V2火箭是早期美国和苏联火箭设计的基础 战争结束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科学情报团队 竟相逮捕德国火箭工程师收集火箭及火箭的设计图 同盟国的每个成员国都获得了不分德国火箭团队的份额 但是由于回文真行动 美国战略情报局把超过1600名的德国科学家 工程师和技师引进到美国 其中还包括V2火箭研制的主要专家 冯布朗恩及其火箭团队等等 美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并雇佣冯布莱恩和他绝大部分的工程团队 帮助美国开发导弹和太空项目 不仅如此 美国还获得了很多完整的V2火箭 而德国的火箭中心佩内明德 则是苏战区 斯大林把他最好的火箭工程师都派到了该地区 搜寻剩余的资料和设备 苏联火箭工程师由希尔盖·克罗利奥夫带领 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参与苏联火箭设计 在斯大林大清洗时被捕 在西伯利亚被关押了近6年 战争结束后成为了苏联首席火箭和宇宙飞船工程师 他的身份也是国家机密 直到1966年逝世 名字才被公开 苏联将俘获的德国火箭专家 转移到谢利格尔湖上的小岛 他们只是充当咨询顾问 不能参与苏联导弹设计过程 在他们的帮助下 克罗利奥夫反向破解了A4火箭 并于1948年建造了自己版本的R1火箭 直到1951年至1953年 这些德国科学家才被遣送回国 而在美国最早研发火箭技术的是 罗伯特·戈达德 他从1914年就致力于开发固态燃料火箭 1921年又开始开发液态火箭 尽管不为公众熟知 也没有得到二战后美国政府的资助 但是冯布劳恩也是受到了戈达德的启发 以至于当时美国程序员汇报工作时 布劳恩迷惑地问他们 为什么不问戈达德博士呢 冯布劳恩的团队在1945年 被遣送到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靶场 他们组装俘获的威尔系列火箭 并指导美国工程师进行操作 1948年 这些试验使首个火箭带回了外层空间的图片 并诞生了首个二级火箭 1950年团队转移到阿拉巴马州的 亨茨威尔红石兵工厂 在这里 冯布劳恩的团队开发了首个军用的中程弹道导弹 PGM-11红石导弹 之后的改良版也发射了美国首个卫星 1953年 库罗料夫接到命令 研发R7弹道导弹火箭 1957年8月21日试验成功 成为世界首个完全操作的洲际弹道导弹 后来用于发射卫星 其衍生火箭能够发射所有的苏联飞船 1955年 随着美国和苏联都建造了可以用来发射物体到太空的弹道导弹 太空竞赛也拉开了帷幕 两国各自发表公报称 到1957年或者1958年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然而苏联却领先了一步 1957年10月4日 莫斯科时间晚上10点28分34秒 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从发射台起飞 几分钟后 使人造卫星进入轨道 发射95分钟后 卫星飞过发射场 工程师和军事人员收录了他的电台信号 直到这时克罗料夫和他的团队才庆祝首个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 苏联的成功在美国引起了渲染大波 时任总统埃森豪耶尔命令民用火箭和卫星项目先锋盾提升进程 于1957年12月6日提前发射 在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 结果没几秒就发生了爆炸 由于这是在美国观众面前的现场直播 也变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1958年1月31日 在苏联发射卫星将近四个月后 探索者一号卫星升空 两个月后第二个美国卫星升空 1958年4月2日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回应苏联首次向太空发射卫星的领先地位时 向美国国会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民间组织 领导非军事太空活动 1958年7月29日 原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变更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NASA 1959年 艾森豪威尔同意将军队剩下的太空相关活动 转移给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1960年7月1日 红石兵工厂成为了美国宇航与宇宙飞行局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 冯布朗恩成为了首任主任 1941年4月12日 苏联用东方一号飞船将尤里加加林送入了地球附近的单个轨道 再次震惊世界 他们授予加加林宇航员的称号 在俄语和希腊语翻译过来就是太空舍首的意思 东方一号绕地球轨道飞行108分钟后 再次进入苏联 加加林从7000米的宇宙飞船上弹出 做降落伞着陆 加加林成为了苏联的英雄 莫斯科及苏联其他城市举行了很多游行庆典 其规模之大 仅次于1945年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游行 4月12日被宣布为载人空间飞船国际日 1961年5月5日 艾伦·谢普德成为了首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 尽管他没有获得像加加林一样的荣誉 但他是第一个手动操控宇宙飞船 飞行姿态及制动火箭点火的人 1961年7月21日 美国人维基尔·格里森格斯 重复了谢普德在自由者7号中的亚轨道飞行 1962年2月20日 约翰·格伦成为了进入地球轨道的 第一个美国人 那在后续的节目中呢 会介绍水星计划 双子星计划 阿波罗计划等等和登月相关的一些内容 以及在登月的过程中 以及在月球上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